准备出发 先去做个河山 昨天晚上就是住在这里 对边是佛学院 昨天的星星落差比较大 三点多我就找了个地方住下来 心脏缓了一整天 到现在才稍微缓过来一点 车子没油了 离下一个现场还有大几十公里 还好带了富油箱 这片全是高原湿地 里面呢是饭木的牧场 我昨天错过太多了 不对 是观众朋友错过太多了 后面有一大堆的草原牧场山川 雪山 我都没有拍下来 这条是317国道 作为一条距离318国道 非常相近的景观大道呢 我觉得可玩性比318还是要好很多的 我已经 两天时间没有至少吃过饭了 刚刚看到网友给我的留言 有点谢谢各位给我的这些安慰和鼓励 我们会尽快从这个云里面走出来的 摄达是我离这条线路比较近的一条线路 上去看一下吧 跟他帮你聊一下 我确实很需要我这房间的 安慰 这条线路比较近的一条线路 我们会尽快的一条线路 我们会尽快的一条线路 我 尽快和声 尽快的一条线路 我 对啊 哎 妈 Oh girl, I don't want to make you cry 爱上我,是爱上一种想象 这人生,不过是一件赌场 我把我的所有,全部都堵上 匹马弹枪,乱世离窗 我的猎物对我最惊讶 每一颗子弹上膛 都带着我的理想 听说最后它横斥荒野 听说最后它消失陌生 你会听到关于我的传说 后人传唱 Oh girl, I don't want to make you cry 爱上我,是爱上一种想象 这人生 好好好,最安全 快走 好,拜拜 色达的路上处处是风景啊 感觉当地人有点憋坏了 前两年没有做 我上次来已经是差不多两年前了 那时候来这边旅行的人也多 基本上来来回回不会说有太多当地人跟你打招呼 但是这次呢 吃个饭一大堆的人过来打招呼 哎呀哪里过来呀 想去哪里玩呀 停下来车子 他也停下来跟你打一下招呼 色达从疫情开始过后的一段时间呢 就已经完全的封锁了 完全的封闭式管理了 我在色达呢有一个 我在色达呢有一个做和尚的朋友 他在他一直在学习躺卡嘛 我们也好多年没有见了 等一下我看一下 能不能把我带进色达里面去 现在那边是有人抓了吗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现在肯定没人抓 有个人都不急 肯定没人抓 哦 以前急的时候 抓不着抓了 现在下去了 抓 哈哈 哎呦呗 终于过来了 好久不见家座 好久不见 你现在在街里干嘛 逛一下吧 逛一下 哦 你现在还在寺庙那边住吗 啊 在木建里住吧 哦 为什么这个装备是借下来太重了 感觉比前两年漂亮多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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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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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你装逼带你飞 来 来 大兄弟带我去佛学院转转 上上 藏俗小哥 嘿嘿嘿 带我去打卡他们当地人知道的一个小景点啊 据说整个色达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这个海拔也太高了 翻山越岭爬上来 那边的方向就是现场 我今天晚上估计要告犯他 五名佛学院什么时候会开啊 今天应该要开 今天要开 嗯 那就相当爽了 这次我可能赶不到 但是我偷偷溜上去还是行了吧 哼 今年等消息吧 对 已经闷了太久了 19年2021 22 第四个年头 大家都很想上 上面去看一下他们的美景 还有呢看一下天葬 这两人天葬还多吗 天葬 天葬一直走 一直有啊 天天有 天天有 天葬 其实天葬的话 是每个藏族的人都 死亡之后都要做天葬的吗 是的 还是说 对一些 对一些 幸福的话是 没有 只要幸福就是血 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啊 这些的 没有 哇 哈哈 太漂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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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学院是在哪个方向 一来无余 现在是最绿的 对四代的话是气泡也是最好的 最漂亮的 好 早点开放吧 最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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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着今天晚上呢 请着兄弟吃太好的 吃鱼啊 吃肉啊 啥呢 然后 你们这个为啥不吃 最近是 有些人说是萨改月 萨改月 我想起了是 是你们佛教的一个 对 四个名字 那个叫什么了 他诞生跟 元祭的日子 叫什么呢 你们 是四个字的名字 佛教的一个 非常关键的人物 就是释迦摩尼 是 就是释迦摩尼 我刚想起来了 对 瓜哥你们今天 那我那我不是没办法跟你混 我今天想大鱼大肉 吃个葬餐 吃葬餐 吃丹巴 奶茶呢 不是不是不是 也可以吃 也可以吃 来喽 吃吃一下葬餐 哦 谢谢 热乎乎的甜茶 我怕身有点冷 想吃喝喝 兄弟 你打算啥时候结婚 明年吧 明年吧 嗯 这个就是典型的 先上车 后买票 哈哈哈哈 你要几个小孩 两个小孩 两个小孩 嗯 98年的小伙子有两个小孩 相当的厉害了 我是佩服 我是相当佩服 那兄弟 我上次过来的时候 你已经生小孩了吗 嗯 已经两个了 那时候那时候是一个 那时候一个 然后这两年又多了一个 等于说你十几岁就有小孩 嗯 哦 相当厉害 简直是成功人士 你们这边有没有彩礼要求 没有 有牛就行 我那是牛 没有牛也行 没有 哎呀上去结婚也是挺好的 随便找个地方先休息下来了 那个大兄弟他家也有房子可以帮我住 但是算了吧 因为他们一家子都在里面 我觉得给别人添麻烦 挺不好的 关于养育这件事情 网上的争论实在是太多 如果不是我们从事这个职业 我也不想把这种视频发到网上 相当于在我 在我的心头里面一把一把的傻眼 他就会觉得我们把狗养死了 那一定就是我们的责任 是我们没有做到自己该进的医务 这个病的医生一直没有跟我明说 是什么病 它是子光虚脓 但是它有两种 一种是开口性的子光虚脓 就是发病的时候 它那些脓就会流出来 那种是非常容易发现的 而羊鱼这种是闭口性的子光虚脓 不容易发现 而且看起来 就像是怀孕了一样 羊鱼本来他就非常的胖 手术之前医生就告诉过我 子光虚脓这个病的死亡率本身就很高 术后呢不是 术后呢 虹鸡一直给他做消毒啊 还有给他喂食啊 包括这段时间 我跟妈妈给他喂食的这一段时间 手都被他咬破过好多次皮 医生也尽力了 去找他过后呢 我想看一下是不是 手术过后又去了一趟医院重新检查 我想看一下是不是 打针啊 或者怎么样也好观察一下 但是医生呢就说 像目前这种情况也只能保守治疗 就是吃药 他也算是个比较好的医生吧 他至少还还给了我 还给了我们希望 我在网上看到的所有的闭口性的子光虚脓 只要医生说是保守治疗 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死掉 医生已经用尽他所有办法了 没办法了 后面也一直去联系他 跟他跟进养育的情况 还能不能做一些治疗 但是他到后面直接就不回复我的信息了 在发信息给我的时候 杨玉都已经走了 能做到的东西真的 真的很有限 我们也是进到了自己能做的 之前我也全部都做了 但是还是没有挽回杨玉的生命 杨玉也很努力 得了这个病之后 基本上要么就手术中 或者手术后48小时内就不行了 但是杨玉还是扛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 他真的很努力了 他真的也很舍不得我们 这件事情我以后也不提了 每次提醒我都觉得自己的心脏很痛 昨天在路上帮忙拉车的时候 刚刚拉完家里面就打电话过来 给我说杨玉不行了 那时候我的心脏痛得那样厉害 受不了了我就把那个身上随时背的 失效救星完 吃了一粒稍微缓过来一点 我唯一觉得后悔的就是为了养家糊口 为了一家人的生计 现在小妹妹一个月基本上 要六瓶六七瓶的奶粉 一瓶十五百块钱 我想家里面人不求大富大贵 但是温饱健康这些还是要保住的 所以我出来了 我没有看到杨玉的最后的一面 这是我最不想提起的路级 这是我们出来旅行这么多年遇到的最大的热坎 零下十加十度骑摩托 我觉得不是问题 出过车祸 我差点两个人就翻到悬崖下面去 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掉过 但是杨玉就这么突然的离开了 我真的很难接受得了 历秦那边的话我已经不敢跟他提了 他连续哭了两天 眼睛都哭得很肿 然后又发烧 好不容易呢给依依追回来的奶 现在又没了 本来可以抽出来八十到一百毫升 现在又没了 祝杨玉在天国一切爱好 没有病痛 好了希望我们的视频请观众摩托 拜拜